吸脂肪对身体有害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辉西安市第四医院 医美与整形病院主人医师 吸脂肪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吸脂肪是这个形体雕塑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比如说腹部啊或者胯部啊 或者面部某一个局部的脂肪堆积 比较多可以通过吸脂的方式进行治疗和处理 把这些突出的部位的脂肪移除掉 也可以把吸出的脂肪填充到比较凹陷 或者需要增加的部位 比如说吸出的脂肪注射到胸部 或者是面颊部凹陷 这个也都是可以的 成功的吸脂手术对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负罪用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不良影响的 这个吸脂呢可以是局部的吸脂 也可以做腰腹还息或者是身体的大部分进行吸脂这样的治疗 那么如果你很肥胖 体重很高 脂肪很多 那么这样吸出的量可能是很多的 那么这种情况也不建议一次吸出过多的脂肪 可以进行分次的进行抽吸 我还是建议养如果过分肥胖的人 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坚持运动 合理饮食 这样才是减肥的最好的效果 吸脂 最佳的解决的问题是塑造体型 而不是减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